講臺灣心 睡臺灣心 臺灣心的故事睡不盡 我們今天要請我們台北文教基金會的北台中的代表 贊助金董事 要來為我們講李靖元臺灣心的故事 我們對李靖元的認識 都知道他在他學界這麼有名 但是他在政治上也有很多的修過書 可以讓大家認真下去參考 我們今天贊助金董事長找很多資料 要來講出李靖元的議事 在為我們臺灣政治遭遇的過程裡面 要如何替臺灣人政策 該不會救很多人 今天我們就請贊助金董事長 請 我們感謝臺灣心李靖元的議事 有的啟發和感想 各位董事長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想讓我們只要過了五十歲以後 經常會很簡單地想起 我們已經接近鄉民 說人生的內容究竟是什麼 什麼最重要 什麼是 什麼是 階段的 這裡的東西也是經常會感到 有一個東西叫 死亡的空氣 有時候我們常常會想 為我們 用我們主要的內容 來對抗這個空氣的感覺 好 在看不到的時候 來 用我們真實的內容 來 對抗 來留下一個原本的 一些感想 還是主要 我希望我真正幸運 有一個機會 來到 尤書東儀書創立的 臺灣省山 台北文教基金會的團隊 在這幾年裡面 有時候比較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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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雙山的參加 我們台北的活動 在這個時間 真的以我有一個機會 接受到 尤書說 啟發的 一些比較特別的 想法和觀點 有些是 非科學的觀點 但是很重要的 它包含很多 冰室 有特性的 循環 我 在這個期間裡面 可以說 在生活中 普通過程中 有一個比較好的心情 去面對到那個 反應 譬如說 以前我沒有 沒有一個心情 說 喝酒 有些不公平的台語 但是 經過這樣 比較不一樣 跟我說 甚至說 不僅使用肉欄 去看的 經過 會在這裡使用 心靈 跟 各方面 我經驗比較 才發覺 其實有些事情 我以前沒有 以前沒有辦法 用這樣 去 想 或是看的 事情 因此 我有這個幸運 來到大陸文革 經費 有這個幸運 有這個 比較 新的心態 可以 順序 的感受 來 去 嚇 這個 人生 補充 過程 在我們台灣 提供的台灣 心中 有一個我特別的 印象 是 李丁丸藝術 我記得 在 1999年 一年前 那時候我就 有這個 主委說 很像有一個 學術界 很有 分量 很有 代表性的 領袖 他用自己 謀嚇的 總統 來幫助台灣 民主外黨 跟民主 進典 做一個 不可出代的 貢獻 跟 保護的動作 我們 比較簡單的 介紹一些 立典藝術的 生活 過程 他自己有在講過 他其實 學醫有兩個 重要的理由 第一個就是 當醫生 是一個自由業 不會受到日本人的限制 也不會在 將來職業跟生活上 產生差別的 跟日本人 跟日本人產生差別的待遇 然後第二個 就是說他真的切身體會到 他的姐姐 還有一個弟弟 跟那個哥哥 都因為在小時候 感染的傳染病 而過世 沒有辦法長大 而他的爸爸 也是在39歲的時候 感染 癌疾 產生病發症 而過世 所以他就想說 他要學醫 來做一個 拯救大眾 減少死亡的不幸 而實際上 他確實也是 念了醫學系 是 台北帝國大學醫學系 第一屆的 畢業生 然後 他畢業以後 不是從事 臨轉所謂的 開業醫師 而是進入到 藥理學研究室 做技術研究 想要用這個 研究方式 拯救更多的人民 然後這邊 之中就有一個插曲 就是 當初他在念大學的時候 有很多教授 想要請他去做 參加研究 或參加團隊 而他只選擇一個 唯一的台灣人教授 杜聰明教授 參加他的藥理學研究室 因為他覺得說 這樣子才能夠 維持我們台灣人 更多的榮耀跟尊嚴 這個應該也算是他 一開始就擁有了台灣意識 在他的研究的初期的時候 其實就是 剛才的學術研究的初期就是 228大屠殺 跟長期的白色恐怖期間 那時候他親眼看到 看到 當時的政府 曾經講過說 寧可措殺99也不願意露掉一個 而且那些舉報的人 或者是說去抓人的人 得到獎金 就會有 當時1萬到2萬的獎金 那比較起來 現在的價值大約有100萬 他看到的他同期的同學 最明顯就是 許強醫師 他那時候是內科主任 第三內科主任 就因為他不願意屈服 不願意配合當局的說話 結果就被最終判死刑 其他的他的同學 也有三四個被判了10年到12年的 有期徒刑 所以說他當時就是選擇說 政治的事情不要講 他心裡面不高興 可是他不講 但是在這樣的過程中 他一直有存著一個心理 就是將來要為 為台灣來做一些事情 這個在他的傳記裡面 他的朋友 他的女兒 都有提到這方面的資料 而這邊最重要的是說 李正元院士在1986年退休 離開教職 離開中院院院士的位置以後 中院院士不會退休 他只是說中生職 他不再做每天的研究工作這樣子 1987年 7月5號台灣解研 也就是匯除 看案執行懲戒條例 那李院士在參加的重要的一個活動 就是他退休後參加 與領導 一百行動聯盟 也就是說匯除刑懲一百條的運動 那個時候是刑懲一百條規定有判斷罪的條文 但是加上戒嚴師期的整治條例 他有一個二法叫二條一 二條一的結果就是唯一死刑 那二條一的包括換尾就是在刑懲一百條裡面的 幾個項目 所以換了刑懲一百條以後 本來法條規定不是說要死刑 可是在戒嚴師期變成唯一死刑的結果 好在就是在1987年 李院士退休後第二年 解除戒嚴 這條先得取消了 可是刑懲一百條一來是一個二法 因為他的條文裡面講說意圖判亂 但是沒有講清楚是不是說真的有去 真的去進行這樣子 當局那時候就是審判 你只要有意圖判亂 你在思想上有要判亂 你就是要被判刑懲罰 所以李院士那時候受到陳時夢教授等人的邀請 林三田陳時夢教授等人的邀請 去掛名領導一百行動聯盟 那抗議行動一百條的不公 因為這是一個思想 思想罪的一個判 一個執刑 然後他當初在1990年 10月9號的時候他們發起學生靜坐 李正遠院士在眾多的學生靜坐在台大醫學院的門口 的時候他坐鎮中央都不會 幾乎快10多個小時不上廁所 所以就保護他身邊的抗議人士 包括許多民主人士 應該有李應援跟其他幾位 那以他這樣子 學術界領導跟中央退休院士的身份 讓郝伯春院長當局 原先預備的血腥鎮壓 因此的暫緩 改以抓捕而去 留 就是放生 放到台北市揚美山或 把他們放走 讓這些人不會受到嚴重的傷害 甚至也不會受到之後的刑法的追溯 保留台灣很大的民主運動的力量 這是李正遠院士不可或缺的一個貢獻 這邊有一個照片是他當時的照片 就是這個照片 他坐在郑榮陽 當作盾牌 之後呢 其實台灣 新華100條還有在被應用 他因為在行華100條 100條100行動聯盟裡面 持續的抗議呼籲 兩年過後 行華100條被修法了 把一個 這個 涂謀 涂謀 判亂的原則 加上 以 採取行動的方式 有真實作為的方式 才算出完刑法 就是把那個 思想犯的這個 原理審查的範圍把它去除掉 這個就是因為這樣子 拯救了獨台案的四個被抓捕的人 就是因為修法以後 變成說 無罪釋放 然後到現在我們都可以保有 原人自由的一個比較大的空間 這是他做出來的貢獻 那麼 我在這個經驗中我也想說 其實我們做事情有時候真的是 不要以我們自己一個人的想法來看做事情 像李正元院士在他最年輕的時候 遇到一個很嚴酷的條件 包括言論審查 沒有法律的拘捕跟審判 思想罪還有一些秘密監視人這樣的情況 所以他就躲起來 他專心在做他研究工作 而且他在學術領域上不只他一個人 獲得成功 他還很大力的去栽培他有相關的研究人員 甚至在國際上替他們發聲 替他們去在他們學校裡面做演講 提升他們的地位 是真正的一個學術領導者 而且這樣子被肯定 所以他在一屆裡面是一個很明顯很注重 很顯著的領導者 我是念生物化學的 所以說他的蛇毒研究其實是台灣 近代史上科學最迴煌的研究 這本書就是他跟他們實驗室還有相關的人 化學系一起做的台灣蛇毒的傳奇研究 這是一個很不錯的研究 所以說我會想這樣的一個人 他為什麼退休以後還要來去從事社會運動 1986年退休 他院士在2001年就因病去世了 他其實他一生真的是可以做為我們的典範 我們做事情不是說要等到自己準備好 自己有能力有錢財 受到良好的訓練以後才來做事情 而是有時候要看到大事局 當戒嚴的時代他有思想患 然後他有不依法律的拘捕跟審判這樣的動作 我們就只好先說起來 可是當我們有機會解嚴以後就開始要走出來 開始以自己原先凝聚的力量來做一個最大的發揮 所以說他在最後是受到我們政府的包揚 而且整個一界認為他是台灣一界的良知 是真的我們可以做到一個一生追尋的典範 所以說我們會把他認為說他這樣一生有聰明智慧 我們稱為他為台灣神 那我們追尋他的腳步 所以說我們這樣一直來紀念他 而且他有很多的事情我這邊講不完 有一本書是他女兒李明珍跟另外一個記者所寫的書 他的書名就叫一界的良知 不只是在學術裡面有很多貢獻 而且也是我們生活上的良知 因此我在這邊來謝謝李正人台灣神 他的作為楷模跟運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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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